也協助清掃 持續不斷的積水 让居民真的好头痛 果树泡水受损严重 屏东林边的这几项四天了 有人踩在水中的脚已经生病 村长着急的不得了 期盼水赶快退 而灾情已经舒缓的心源 刺激志工協助清理 53岁的黄先生行动不便 家人不在身边 水淹了家园要住志工来帮忙 不断感谢让家恢复 志工的元首给了住户 及时的温暖 大家新闻屏东综合报道